我们的关卡是终于要开了 这一次我主要担当的任务就是野战而已 因为我们的集结大部分都是工兵来的 大家都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要出关卡打人了 稍微去看一下我们的敌人土阵营 这一次我们火阵营是专门跟土阵营打 其他的水阵营跟风阵营呢我们暂时不理会 以实力来说其实土阵营的实力是比我们强很多的 不管怎样我们尽力而为吧 能打就继续打下去吧 看到他们的门口 这些人看来真的是不好对付啊 所以我们今晚应该是没有的睡了 现在我们开场的时间呢是差不多早上6点左右 然后由于这一次我是有参战呢 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拍摄其他阵营的 所以只能给你们看到火阵营跟土阵营的画面 所以就不做地图了这一次 也是一样这一次我带了5队的骑兵出来 大家包括有孔雀啦 孔雀还是要带出来打的 不然我就没有部队了 OK拿下关卡 冲出去啦兄弟们 冲啦 啊这个RG 怎么一直拉到这个东西出来 等一下我要把手机反过来 这个手机因为你反过来的话 一直会拉出游戏精灵 所以我起步慢了 无所谓啦反正骑兵跑得还蛮快的 另外剑棋的部分我是有带我的小号出来 专门剑棋的 我们是已经有一个小队是专门全部都是小号帮忙剑棋的 因为之前的做法就是派一队部队去剑棋子 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效率啦 我们还是选择把5队全部带出去野战会比较好 然后用小号去剑棋子 这个你们也可以呃 参考参考 看来我们的敌人好像还没有拿下关卡 听说他们集结失败了两次 我没有去注意啦 我的队友等他们失败了两次 两个关卡他们都还没有拿下 OK这个时候我们就占上风了 我们先出关卡 目前我们是已经抵达了指定地点 也是一样会集合一波 等敌人过来的时候一窝风全部冲上去 目前我们是分成两队 上一队下一队 我们看不同的路线去打 我本人是在上路线但是下路线已经打了起来 反而回去我的镜头敌人这里就比较少一点 为了操作流畅我就开了简化模式 真的不是我的手机卡 而是我要打得更流畅所以开了简化模式 现在敌人也是围成了一颗球 等着我们一起冲上去 好了冲冲冲冲冲 打他的居士探定 不要再进退进退啦 等一下打上去再来讲啦 哎呀这个红红一闪一闪的画面避免不了的 骑兵玩家肯定是会有的 况且我还是带5队骑兵 随便一点就点中我 打得更好 打得更好 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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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野藏部队全部死光了 我现在要等我的兵回家去 然后直接把我的城市搬出来 我们目前呢 是没有丢几个要塞出去 但是敌方那边丢了蛮多个要塞的 再来看一下水阵营这里 水跟风阵营这里呢 目前看到双方都是已经见了旗子出来 然后风阵营呢 目前是比较占优势的 他们两边都有见旗子 反而土阵营是没有去理会他们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进度 我们就继续打吧 想不到敌方的野藏部队真的是很多 我不是开玩笑 你们看到后面那群兵吗 他们还开了国王技能 我们这边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打 先集合等国王开技能 我们再冲上去 OK冲啊兄弟们 虽然是说我的骑兵没有几个是有AOE的 但是骑兵输出很高嘛 所以我只要锁定一个队伍 我上去打了之后全部释放技能 他的队伍很快就灭掉 虽然是说骑兵在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优势 尤其是野藏大部分都是步兵 但是只要你带足够的骑兵 他们输出够高的话 锁定一个队伍很快就会直接灭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玩骑兵的原因 他们打得很快 虽然是一直被锁啦 所以你们看到我的队伍很快就掉血 尤其是项羽 所以你们讲项羽不要跑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不跑的话直接被锁定了 所以你们看到 为什么我不要把有专属的套装放在项羽身上面 就是他死的快 第一个回家就是他了 只能说我们的项羽安息吧 唉 带他出来又不是不带他出来又不是 接着我第二个死的队伍就是铁木阵了 第三个队伍孔雀 所以我跟你们讲啊 萨拉丁跟阿提拉 永远是在我的队伍里面撑最久的 因为一般来说这两个欺兵都是没有人要打的 所以把装备放在他们身上是最好的 不过还好我的城市已经野了出来 可以快速派兵出去继续打仗 野战就是看谁的资源多加速多了 我们野战部队的进度还不错 看到敌人已经开始撤退了 刚刚才看到好转 结果敌人又从上面夹攻 这次我们的野战真的是扑盖 我的队友全部跑光了 是这样我们几个人在这里 亏死我啊 这么多个打我一个 不能啦 我要先撤退集合在一起先 敌人真的是太多 我们太分散了 不能这样子打 我打野战最讨厌的就是看 那我们的队友也是在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他们是不同军团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黄色的名字 跟蓝色的名字 我们很容易打错打到黄色名字的队友 就算我们避免打到他们 他们也有很大的机会会打回我们 好了 从政旗鼓打一波野战 冲啊兄弟 哇哦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之诺比亚 虽然你住房是无敌 但是你到了野战 嘿嘿嘿嘿嘿 野战你就是个垃圾了 哈哈哈 再见了之诺比亚 你是个好住房 不是一个好野战 这种情况的野战是旗兵 最快乐的时候 补刀补刀再补刀 敌人又这么少 又爽又好玩 哎呀像雨 你以为你冲进来 我看不到你啊 哈哈哈 直接秒灭掉 哈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觉得这个画面呢 好温馨啊 好多金光闪闪的技能啊 在游戏画面变成晚上的时候 会比较好看一点 早上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好看 稍微休息一下 看地图趋势 目前看到我们的旗子呢 都是已经到中间了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丢宝出去啦 至于水正宁这边呢 因为我们没有去打 所以他们也是很猖狂 直接把旗子建上去 嗯 随便啊 反正我们也很忙啊 所以跟风打架的进度比较慢 再来风正宁这里 也是直接建旗子上去 因为土正宁也是没有打下去 所以战况最激烈的还是我们 所以我才跟你们讲 这一次我不做地图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打架 根本没有东西好看 刚刚我的医院满了 但是林北没有录到画面 呵呵 我买了一个回天改命 呵呵呵 啊 死到光啊 我的兵啊 这边死了几对啊 呵呵呵 笑死啊 我去看一下我的引领店 如果开高阔边的话 我这边死了两对左右吧 呵呵呵 还可以接受了 这个傻子 这个傻子丢个官女进来 啊 跑啊 跑不掉的啦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嘿嘿嘿 爽嘛 嘿嘿嘿 落地开花 耶 哇 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漂亮了 想不到还有人用第一代的统帅来做租房 这边 亏死他们了 亏了十倍左右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算那个青伤的话 哇 这边真的是很够力耶 你们不要再拿第一代出来租房了 太惨了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报告 我们这里打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钟左右 但是这个报告还蛮长的蛮多补兵的 这个季节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围殴啊 你们看下面就知道了 我们直接看报告 这边我们是用拉美西斯搭配 他们用力顺称的话 应该会比较赚一点啊 我们的季节也是破盖啦 看一下我的战斗报告 哇我上了一辆灵车啊 有没有搞错 亏三倍了为什么 前面开始都没有人帮忙补季节 后面才有人补季节 哇他这个真的是灵车物 直接亏三倍耶 哇这样子 哇我的兵死到好无辜啊 看一下部队争议 敌方之诺比亚的争议其实还不错耶 他的生命还蛮高 可是为什么他出来的报告是这个样子的啊 啊我头痛啊 反而我们这边啊 敌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用一袋来做租房啊 又是用查理马特搭配里程柜 这个是肯定死了 不用看报告都知道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 我们已经打了几个小时啊 20个小时左右 我快要死了 毕竟现在凌晨一点了 也打了20多个小时 有很多人去休息也算是正常 我们半年时间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人啊 我们很多人都是华人都是亚洲人 这个真的是太惨了 反而半夜时间才是敌人最活跃的时间的 可以看到半夜的时候 他们是很积极的在进攻 很积极的在反抗 打了20多个小时 目前我们的进度是算还不错 我们都是有烧到敌人前面去的 目前我们还有在打的就是武器的部分 上路我们还在烧着旗帜 目前进度还不错 再来就是上中路的部分 我们的队友现在还在坐着住房 然后敌人现在比较活跃一点 所以他们开始反抗了 再来我们看看中路也是武器负责的 现在的情况 野战部队没有多少个 但是我们的旗帜开始烧得起来 敌方的人也没有几个开爆炮 应该都是在线的 再来就是我们的情况 敌人已经开始灭火了 我们的人也是开始去休息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活跃时间 开始有很多人跑出来了 我们这边的人比较少一点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野战部队还在外面 再来下路的情况 现在看到这里 敌人也是开始做了反抗 看我们的队友还在做住住房 所以目前一点钟 我们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前面的起子进度还不错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敌人 他们丢了宝 在我们的后面 在我们的洗法后面 所以看到这边是有土阵灵的要塞的 这个宝他们什么时候丢的呢 就是大概半夜一点多左右的时候凌晨时间 我们全部在休息亚洲凌晨的时候 他奶奶的就丢了要塞过来 而且现在要盖着第二个要塞 在半夜的时候在我们前面烧起子 后面就偷偷盖要塞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这个要塞还没有打下来 半夜时间了又是 又是又是只有我们几个而已 现在是半夜五点 为什么只有我们几个在打架 我不要玩了 这个游戏不好玩了 为什么把我们跟亚洲人排在一起 还是一样的敌人很喜欢三更半夜搞透析 哎真的是不将无得的家伙 现在土阵灵还有三个要塞是放在关卡室外面的 目前我们其实已经燃烧了三个 但是他们一直灭火 尤其是在我们半夜时间 全部人去睡觉的时候 开始继续补 继续修他奶奶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人在半夜的时候 开几节去打他们的要塞 继续烧他们的要塞 只要我们熬过了这个凌晨 天亮就是我们的世界了 六点了 快点来吧天亮 快点醒来吧 你看他们的人全部跑出来了 终于天亮了 狼呢已经杀了农民 啊什么鬼 跑错场 这边呢原本有一个要塞的 给我们烧完了在半夜的时候 然后上面还有两个要塞 还有一个是差不多要烧完了 另外一个还剩下一点点 差不多一半左右了 不过天亮我们的队友也起床了嘛 所以就交棒给他们去处理了 不过土阵灵还是很好玩啦 毕竟他们肯出来打仗 有些玩过根本不出来打架 就很无聊 不过后面还有关卡 今天关卡吧啦 那么今天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把广告看完 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咧 嘿嘿嘿嘿 谢谢大家